给非洲牛蛙喂辣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今天康康带你们安排 今天康康准备了三 我去我还没有盗完了你就开始吃了 此刻非洲牛蛙被两只蜈蚣围攻了 我们看他怎么脱困 背上的蜈蚣成功的被牛蛙踹开了 靠近可以看到另外一条蜈蚣狠狠的抓着牛蛙的皮 了解蜈蚣的粉丝们可能都知道 蜈蚣的脚特别多 而且每一条脚都跟钩子一样 可以狠狠的抓住猎物缠绕猎物 我们看看牛蛙是怎么破解的 依然是用脚一脚蹬开 第一根辣条吃完了 味道还不错 还有两条蜈蚣 我们一起来看 哇 非洲牛蛙太凶了 上去就是撕咬 我们镜头拉近看一下 只剩下最后一条蜈蚣了 牛蛙从最右边出发 一蹦一跳的靠近蜈蚣 嘴里还喊着 蜈蚣 你敢动不 我从大老远过来看你 蜈蚣 你说话呀 蜈蚣说 哥 我心里敢动 但我人不敢动呀 牛蛙说 哦 我明白了 就是不敢动呗 行 那你可别怪哥呀 哎我去你给我下来 你站我背上咋回事 你下 你下来 你下来 你看看我咬不咬你 还还反了你了 蜈蚣的牙 在咬牛蛙的嘴 但是这点伤害 对牛蛙来说 不算什么 最终牛蛙吃完了三根辣条 还含情默默的看着我 大家好 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